第二天 第二天 哈囉 所以是在高中看過的日子 那你也跟我同一件啊 對阿 喔是喔 你都拿衣服 國帽 國帽的喔 這是我支柱的耶 喔 好 我上次打到哪裡啊 我看一下 那是16分衣服 16分衣服好像還沒打 16分衣服還沒打 對 打到 8分衣服 8分衣服 16分衣服就是一拍四下嘛 好 所以就是 右左右左 好 還加大 第一下踩而已 對對對 就第一下 1 2 3 1 2 3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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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這什麼慢一點好了 換你了3 4 很好啊很好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小節 休息嘛 休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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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很好 然後接下來第3小節 就是很多人會遇到的問題 就 喔我連續兩個休息 你剛剛的速度是 那你休息就好 1 2 3 4 1 2 3 4 這樣子 好你試試看 休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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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第四小節 你試試看 還不錯 休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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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然後你試試看 我們挑一個 第18行的最封小節 遲 Goodbye 第三廳 第四小節 那上面是什麼 那個小鼓 一下 穆一下就是我們剛剛 學的第一頁的五分音符 所以它就把它混合了 還會有八分音符混在下面 你試試看 右 然後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 蓋子 我看正下面那個 八分音符要把它貼滿 你要試試看嗎 好 你試試看 然後 對很好很好很好 對然後再按 對很好 好你幫我練下面的三好 好 好 好像還不錯耶 這個會比較難一點 就是把二抽掉 像這個 所以就變成一三四 要踩大鼓 嗯 你可以試試看 對好我們連續四個試試看 大 有一點難對不對 對 有一點難對不對 有一點難對不對 你可以試試看慢一點 好難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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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 三三 三 三 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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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應該會放 在這麼多 哎 還不錯 還不錯 其實你可以 conceiv 我覺得這個 你以後遇到她 你只要認識她 他說 他是這樣 就好了 但如果你回去有碰巧的話 練後面 對 到這裡就好 上 下面 下面太難 對 下面的我就 這樣 其實我前面的就有看不懂的欸 真的嗎 就是你 不開笑 這個啊 就我那時候打這個 然後我打到這個 我就不會 這裡這裡 對 這就不用了 這個 這個就不用了 對啊 這是後半拍 你看 你還記得這個節奏嗎 忘記了吧 好 好 所以你的桌角可能要 可以踩到這裡 它是開合法嘛 所以你就放著就好了 對 可以前面一點沒關係 還是你之後就會遇到 打開一下 它可能會 就有別的聲音那種 那所以 這個就是沒有要踩大骨 對 就是大骨的地方是休息的這樣 所以它就是一行橫的 三行然後直的這樣看過去 第一個是大骨 中間那個才是小骨 對 中間那個才是小骨 然後 好 這時候 甩它 感覺每一下都從你的耳朵 對 對 很好 然後 啊大的時候 對 我是比較誇張啦 就是 對對對 好 然後盡量打在小骨的中間 對 然後 很好 我們連續三次 你可以試試看嗎 對 對 很好 喔這個過門還記得嗎 對啊 對啊 對 啊所以 因為它這個比較遠嘛 所以你的手要伸出去很容易就 這樣 對 一定要甩它 好 今天我要教一個東西叫做 真妮小潔 就是 真妮小潔 對 真妮小潔 真妮小潔就是這一拍 這個 對 它長得一樣 它長得跟這個一樣 對 長得一樣 只是我會特別寫一個符號 是寫CY 它那個真妮小潔的意思就是 比如說 對 比如說像這個是橋段的轉換之後 一個T型 所以基本上都會在過門之後 過門完之後跟樂手說一個 我們又回到一開始了 對對對 好 你要試試看真妮小潔嗎 它是一喔 一的時候 然後一有大鼓 它一有大鼓 對 然後二又要回來 打下去沒關係 我 對對對 它下面有大鼓嘛 所以一起 通常有這個就有大鼓 因為這是高音 這是低音 所以聽起來會比較合 對 五 二 你試試看 下來 對 大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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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對了 你是很想上去 對 所以還不錯 那我們重過門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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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好嗎 好嗎 快 快 一二三四五六四 是不是 好 下一次我們還有一個節奏要學 就是後面 好 一三四之後還有一個一個一二三 對 更簡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